希腊神话,神话简介和希腊神话中人的起源 你好,在这段视频中,你将看到希腊神话极其人物的简要背景 这将使你能够更深入,更广 范的理解以下视频,在这些视频中将更详细地处离本视频中简要解释的每个方面 纵观历史,人类在本质上可以被定义为一种象征性的存在 而正是在象征性的领域中体现了建立能够超越自身物理存在的概念的能力 从而假设存在一个平行的相互作用的非物质 世界,通过使用理性和智慧作为一个平台 你可以找到对周围宇宙的答案和解释 这就是,神话,作为解释超自然现象的理想空间 一直并继续存在于所有文化的想象中,包括个人和集体 神话和神话中的人物一样 为人类最深层次的问题提供了答案 即人类自身存在的奥秘以及作为有思想的生命体在宇宙中的作用 自世间时代以来,所有的人类群体都对他们所目睹的自然现象形成了不同层次的解释 在他们已知的事物、动物、自然界的表现以及代代相传的集体记忆与想象中的世界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通过言语,赋予他们自我繁殖的能力 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干预,让类似于人类的超、自然生物产生善或恶 尽管他们有超强的技能和能力 但也有同样的美德和缺陷,达到了超、繁的程度并有神奇的力量 就希腊人的神话发展而言,重要的是要注意到 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说是新的或不同于以前的东西 也没有比其他文化所发展的前述神话之下更有独创性 在他们的神话理解中,希腊人寻求对日常发生的自然现象的解释 如闪电、风暴、黑夜、月、亮 以及寻求对其存在的意义、死亡和来世的解释 他们正是要通过他们的神话来解决这些 问题 希腊的神话结构是基于公元前12世纪左右 和马和赫西奥德对口头传统的系统化 这种神话结构的特殊性在于 它是在一个复杂的关系计划中发展起来的 在这个计划中,神、灵本身是相互联系的 也是与人联系的 在一个能够解释整个世界和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的场景中 让我们从世界和人类的起源开始 世界的起源、地球、天空、海洋、天体 特别是太阳和月亮等等 以及围绕人类生活的情况都是需要解释的首要问题 对自然界某些模式中被赋予某种逻辑的秩序存在的简单观察 导致人们设想出相反的想法 即混沌作为一种原则的先前存在 它是关于原始状态的一个无限的空间 其中物质处于多、性和完全无组织的状态 在这个意义上 赫西奥德的愿景表明 它可以代表没有形式的物质和无限的空间 它是一个原始的虚空 一切都从这里被创造出来 包括宇宙和希腊诸神 根 据赫西奥德的说法 混沌也是一个遥远的、地下的和阴暗的地方 从混沌中出现了盖亚 作为万物的永恒和不可动摇的寄托 大地的女神和爱神、爱和创造的王子 象征着吸引的力量 把各种元素聚集在一起 产生生命 在希腊神话的创世纪中 与圣经中的希伯来概念相反 创造不是单一的高级神的意志的 结果 而是所有生命在爱的影响下的结合 以爱神为代表 在没有男性帮助的情况下 盖亚生下了天王星 天王星是星空 是不朽者的居所 天王星是 他受精 因此 天王星是大地之母盖亚的儿子和丈夫 从这种结合中 首先诞生了泰坦 详情见夏文 奥西诺斯 他是海洋和所有咸水体的泰坦 他和推提斯一起是海洋之神的父亲 及三千名海 中仙女 推提斯 水的女神 特别是淡水的女神 宙斯或极典 代表星星 特别是北方的星星 与菲比一起 他有阿斯特里亚 莱托和莱兰托 克里奥 他与泰坦女郎 欧里比亚生下了 破塞斯 帕拉斯和阿斯特雷奥 他被称为羊群之神 西伯里翁 他代表黎明之光 是观察之神 亚皮托斯 普罗米修斯 阿特拉斯 米尼提斯 和埃皮米修斯的父亲 查 视觉的女神 瑞亚 生育和母性的女神 他与克罗诺斯一起 生下了几个奥林匹斯神 泰米斯 代表正义和秩序 林玛斯尼 他代表记忆 与宙斯一起 他有谬斯女神 克罗诺斯 他代表了时间的化身 他是第一代的主要和最年轻的泰坦 在推翻他的父亲屋 纳诺斯并阉割了他之后 他的代表是拿着镰刀 他是宙斯 德莫推尔 赫拉 波赛东 哈迪斯和赫斯提亚的父亲 要想更详细地了解这些人物 即希腊神话中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泰坦和泰坦弥德 请查看我频道上的视频 你会喜欢他的 克罗诺斯出生后 盖亚和乌拉诺斯下令不再诞生泰坦巨人 于是独眼巨人接踵而至 还有赫 卡顿齐勒斯 还克托克斯 或百夫长 他们被赋予了一个巨大的身体 有50个头和100个手臂 是真正的黑暗恶魔 他们与父亲乌拉诺斯战斗 后者将他们扔进的心 然后 盖亚被天王星对他的孩子们的残暴行为激怒了 向他的儿子克罗诺斯求助 他可以结数天王星的统治 根据赫西奥德的说法 克罗诺斯是盖亚的儿子中最年轻 思想最扭曲 最可怕的一个 为了回应母亲盖亚的抱怨 他阉割了父亲 成为众神的统治者 他的妹妹和妻 紫瑞亚是他的妃子 其他泰坦是他的宫廷 瑞亚是山洞和山脉 墙壁和堡垒 自然和动物的神 希腊传统普遍认为 从这次阉割中 阿富罗迪地从海中出现 因为他父亲的高丸掉进了大海 从混沌中 还出现了埃里伯斯 原始神和黑暗与阴影的化身 他充满了世界的所有角落 还有 尼克斯 夜之女神 夜晚的尼克斯 与他的兄弟黑暗的埃里伯斯 一起孕育了一对原始神 纯粹的光明和光辉的以太 以及代表白天的赫梅拉 盖亚和他的后裔 还诞生了大量的神灵 他们是多种自然力量的化身 其中包括 塔纳托斯 死亡 催眠术 睡眠和梦境 克星 复仇 老年 不和 欺诈 以及许多其他的预言故事 这些将在本频道的以下视频中详细讨论 克罗诺斯与他的妹妹瑞亚一起 生下了赫拉 赫拉是宙斯的妻子和妹妹 以暴力和复仇著称 主要针对宙斯的情妇和后代 但也针对他遇到的凡人 在古希腊神话中 哈迪斯的境界是飘渺 而阴森的亡灵居所 也叫埃里伯斯 所有凡人都会去那里 波赛东 他是希腊神话中的海神 地球的煽动者和地震之神 在他善良的一面 波赛东被设想为创造新的岛屿和提供平静的海洋 当被激怒或被忽视时 他用他的三叉戟敲击地面 造成洪水 地震 沉没和沉船 宙斯 众神和人的国王 他像父亲一样统治着奥林匹斯山的众神 他是天空和雷霆之神 因此也是能量之神 他因其众多的风流运势和情人而闻名 其中诞生了许多神灵和英雄 包括 亚典娜 是战争 文明 智慧 理性 智能 战斗策略 胜利 科学 工艺 工业 发明 艺术 手工艺 航海 英雄 力量 勇气 保护 城邦 教育 正义 法律和技巧的女神 阿波罗 艺术之神 工艺之神 他从高处威胁或保护 被认定为真理之光 他是突然死亡 瘟疫和疾病之神 但也是治疗和保护人们免受邪恶力量侵害的神 他也是美丽 完美 和 邪 平衡和理性之神 是年轻人进入成人世界的启动者 是牧羊人 水手和弓箭手的保护者 阿尔特弥斯 希腊狩猎 野生动物 处女帝 出生 处女和少女的女神 他带来并缓解妇女的疾病 赫尔莫斯 现实之神 边境和穿越边境的旅行者之神 一般的机智和商业之神 狡猾之神 小偷和骗子之神 在铭介哈迪斯引导灵魂的人 也是火的发明者 破尔瑟弗涅 大地风饶和肥沃的女神 他被认为是阴间的女王 最著名的理论是 哈迪斯绑架了破尔瑟弗涅 把他带到冥界 在那里他让他成为他的女王 另一个版本指出 宙斯同意婚礼的举行 因为他不希望与哈迪斯发生冲突 狄尔尼索斯 生育之神和酒神 他是一世上疯狂和狂喜的激发者 破尔修斯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他是宙斯和阿尔格斯公主达纳伊的儿子 这使他成为半神 他是伟大的英雄 结束了可怕的美杜莎的生命 并用他的头把他的敌人变成石头 赫拉克勒斯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是宙斯和凡人女王阿尔克默念的儿子 他是希腊最著名的英雄 是阳刚之气的原型 也是奥林匹亚教团 对抗同类怪物的领袖 他非凡的力量是他的主 要属性 但勇气 骄傲和阳刚也是如此 他被认为是斯巴达国王的祖先 Pitanic意思指的是冥界的神或精灵 与天界的神灵相对应 海伦 被称为特洛伊的海伦或斯巴达的海伦 他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物 名字的意思是火 种或火炬 他被认为是宙斯的女儿 因为他的巨大美貌 而被许多英雄所追求 他被特洛伊 得王子帕里斯勾引或绑架 这导致了特洛伊战争 米诺斯 克里特岛的国王 他是宙斯的儿子 尽管他再来是作为被诅咒的灵魂的命运法官有 一个辉煌的职业生涯 但在众神给他一个成为克里特岛国王的标志后 他拒绝了众神 罪名 显得是无视波赛东的意愿 决定不献上一头 从海中出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白宫牛 这激怒了 波赛东 他是米诺斯的妻子 帕西法爱上了这头牛 因此 从他后来与牛的交配中 米诺陶洛 此诞生了 尿斯女神 在希腊神话中 妙斯是女性神灵 主持着各种类型的诗歌和音乐 以及艺术和科学 妙斯女神共有九个 是由宙斯和泰坦尼德人之一的姆尼墨西恩 连续九个晚上的爱情所生 因此 这些妙斯是天王星和盖亚等诸神的孙女 加迭 希腊神话中的仙女被称为自然界的次要神灵 她们存在于空气 森林和水中 她们是宙斯的女儿 可以向她们请愿 尽管她们也会变得令人畏惧 她们的特点是具有天使般的优 雅 她们代表着生育和生命 此外 正是她们负责养育人类 动物和众神的孩子 这些神奇 得生物治愈了受伤的人 植物和动物 爱抚他们 善良 聪明 散发出快乐和爱 要进一步了解这些人物中的每一个 希腊神话中的同体怪物 妙斯和仙女 请查看我的频道上的视频 你会喜欢她的 在以非常概括的方式看到盖亚的后裔之后 让我们继续讲故事 科洛诺斯担心她的孩子会威胁到她的王国 并向对待她的父亲乌拉诺斯那样废除她 所以她决定吞噬她的孩子 尽管她的母亲瑞亚设法利用夜晚的阴影拯救了宙斯 把她带到克里特岛 在伊达山顶 她把她藏在一个洞穴的深处 同时 她向科洛诺斯赠送了一块大石头 就像她的儿子一样 她立即不假思索地吞噬了这块石头 宙斯在森林中长大 由山羊和猫子喂养 成年后 她寻找父亲克罗诺斯 强迫她土树兄弟 并将其驱逐 把她扔到宇宙深处 扔到地球和海洋下面的区域 从而实现了她被父亲废除的恐惧 宙斯随后住进了奥林匹斯山 和她的妹妹赫拉一起开始了她的统治 宫廷里有她的其他兄弟 姐妹和其他神 然而 她遇到了对手 例如居住在奥特里斯山上的盖亚和乌拉诺斯的其他儿子泰坦 泰坦们试图爬上奥林匹斯山 但他们不是宙斯的对手 宙斯拥有闪电武器 她用闪电把他们扔进了达达的深渊 那里有三百块巨大的石头 确保他们永远无法出来 象征着希腊的崎岖 领土 最后 宙斯还战胜了她最后的对手 飓风恶魔提风 以及四位巨人 恩科拉多斯 恩赛拉多斯 海伯利奥斯 亥克巴尔斯 埃皮亚尔图斯 埃菲特斯 和波利伯托斯 托勒巴特斯 也是盖亚和天王星的儿子 他们被锁在埃特纳和其他火山下 在那里不停地呻吟和摇晃 从而解释了希腊众多的大地震战和火山的火恐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 继续取代了混乱 自然界无序的力量受到了更高智慧的制约 宙斯把第一个女人潘多拉的形象用泥土塑成 她被送给了埃比米修斯神 从他们的结合中代生了人类 第一代人生活在黄金时代 他们与众神生活在一起 没有焦虑 疲劳和痛苦 永久地保持着身体的活力 没有老年病 他们能够拥有大地自发提供的丰富食物 他们享受着完全的幸福 虽然他们是凡人与诸神不同 但死亡对他们来说就像睡觉一样 第一批死去的人被宙斯变成了善意的精灵 他们看护着活人 观察他们的行为 并奖励他们的美德 另一方面 第二代人类生活在白银时代 但他们比第一代人逊色不少 他们很懒惰 而且患有永久性的幼稚与蠢症 但普罗米修斯 泰坦之一的儿子 也是一个泰坦人 从宙斯那里 偷了专属于不朽者的活 并把它作为无尽进步的象征送给了人类 因此 人们放弃了永久的静止状态 能够走出山洞 抵御严冬 冶炼和锻造金属 从而开始了他们永久的改进之路 白银时代之后是青铜时代 在这个时代 人们变得强壮而暴力 拥有青铜武器 把神灵丢在 以便不再尊重他们 宙斯被激怒了 把普罗米修斯扔到了高加索山顶 一只老鹰吃了他的肝脏 向人类释放了大洪水 除了普罗米修斯和妻子皮拉的儿子德卡利翁 所有的人都灭亡 当水退去后 他通过荣誉和祭品赢得了宙斯的宽恕 为人类获得了赦免和复活 青铜时代之后是铁骑时代 我们仍然处于这个时代 尽管人们仍然依靠普罗米修斯 给予他们的神圣火焰 作为克服逆境的手段 并且由于这种火焰 有一天 一个人将成功地与众神体 敌 让人类回到黄金时代 下一个视频 希腊神话中的原始神 你会喜欢他的